大家好,我是乖秀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向太阳能,节能风电,金风科技,天顺风能,太盛风能 好,那么技术点评经过参考不作为买卖一句 那么点评的核心是对于咱们前面讲到的关于产师视角下的军业系统的一种技术巩固 好,首先呢,先做一个互动啊 这个互动的话呢,非常之重要,也关键 那么自己的操作是按照某种方法论,还是依旧凭借喜好情绪,贪嗔痴慢疑 如果说你的交易最终关键处依旧是凭借自己的喜好情绪,贪嗔痴慢疑 那么你没有听的理,没有听的必要,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沟通的任何意义 为什么呢,因为交流的是方法论本身 交流方法论本身的话呢,第一个,先对方法论本身要有一个完全面的理解 或者是知道这个方法论指的是什么 什么是所谓的一二类买卖点 那么一类买点背后的深层是逻辑是什么样的 然后的话呢,对应的不在买卖点附近的阶段该不该参与 那么参与的程度买卖量,这些呢是交流的重点 就是你首先,如果说你是按照相应的方法论 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方法论来展开交流强化 然后的话呢,去提高 如果你不相信任何的方法论 或者说呢,关键主还是凭借自己的喜好情绪 那么你学习的方法论对你那样起不到作用 好,那么技巧的话呢,就属于像周日60分钟30分钟灵活期化 那么这里面的话,大家不要学会了 咱们针对于是交流超过108个系列 从24克到30克这里面的内容 它是一个完整的内容 它是一个连贯性,逻辑性比较强的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完全没有听 那么像这样的案例的话呢 可能对你来讲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帮助 好,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呢,像太阳能 那么呢,讲到这个咱们还是用一分钟来做一个经典的回顾 好,那么禅师的话呢 它在均线系统的时候 其实也是借助于均线系统阐述一些思想 传选一些交易的一些理念和思路 首先的话呢,任何的投资操作都演化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N种完全分类的风险情况 对应三种买卖持有的操作选择 完全分类,操作应对 好,第一类买点 用比较形象的语言就是 男商为最后一吻出现的被磁式下跌构成 第二类买点 女商为第一吻形成的下跌构成 那么它的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什么 所谓第一类买点 它指的是下跌 就那下跌将要结束 买在转折之前 那么这里面的被磁式下跌 这是一个前提 没有被磁,没有这样的一类买点 好,那么第二类买点 它的一个把握是属于上涨的中继 女商为之后的第一吻所形成的低点买入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涨中继的判断 好,那么首先利用男商为最后一吻 最后一次缠绕 缠绕被磁构成的空头陷阱买入 这是第一个值得买入的位置 而第二个值得买入或者说加码的位置 是女商为后第一次缠绕形成的低位 站在该系统下这两个买点是风险最小的 准确的说收益和风险值比是最大的 也是唯一值得买入两个点 那么问题呢唯一值得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两点之外的其他的 阶段都不值得买入 当然这是这个方法论体系下 并不是说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理解 或者你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的一些视角 那么呢,你适合你的就是好的 他就是从这个题下呢 这是也是唯一值得买入的两个点 但必须指出并不是说这两个点就一定没有风险 风险在于第一个买点 好,把中继判断为转折 就是说呢,把被磁判断错了 就是买入过之后呢 他没有转折,向上转折 而是呢,这位呢又就往下了 怎么办呢 买点竟然说已经市场验证 或者市场市场已经走出来 他都错了 那么第一时间去纠错,第一时间离场 好,第二个买点的话呢 把转值判断为中继 结果呢,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并不是上涨中继 而是呢,反弹的力度弱 后面又不断的继续放手低了 怎么办呢 那么及时的有退出机制 好,那么咱们来回归到案例本身 例如像太阳能 好,那么像太阳能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今天呢,只用均线系统来继续解读 希望呢,对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提高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判断在前面 这样的一个节点中 例如说呢,我们来 其实呢,我们来做一个同级别的一个划分 这是也是呢 前面刚刚讲过的 前面知识点讲过的内容 就说任何的走势呢,它都可以分为上涨 下跌 盘整 好 那么上涨下跌盘整 那么呢,任何的走势图都可以由这样的一个同级别分解成 上涨下跌盘整和组成 那么我们来看啊,这是走出来的行情 走出来的行情的话呢,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同级别的分解 同级别分解的话呢,对呢,这是一个下跌 好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上涨 那么当前的话呢,又转化为新的 这样的一个下跌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在前面这样的下跌,它涨到了第一类买点 它的一个定义什么呢 是属于南上位的 最后一文 所形成的被迟迟下跌 所以是那买点 那么我们记住什么呢 比如我们把这一段给放大 就说在这样的下跌过程中找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找的节点是属于下跌 最后一次缠绕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被迟迟 就是空头陷阱下的被迟迟下跌 那么呢,MICD的维度来讲 接住它就属于底背离 人家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段给放大 好 这一段给放大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用什么视角呢 一个是接入MICD的排断 第二是可以借用均线本身 这个均线本身的话呢 列说好 这个对应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里面 它对应的是稳的一个运用 稳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对于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的位置关系 那么呢,短期均线走平 而后呢再按原趋势 它代表它是用绯闻来去描述这样的位置关系 代表的是对于原趋势的一种抵抗力度比较弱 如果说呢,纯稳 那么短期均线 短期均线呢,向中期均线去靠拢 甚至接触 但是呢,不跌破生破 那么称之为纯稳 纯稳呢代表对原有趋势的抵抗力度的话呢 一般 如果出现斯稳 那么对于原趋势的抵抗的力度就会明显增强 好 明显增强的话 对应的如果说出现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斯稳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属于 它就属于在哪个反复的缠绕了 而且在这里面斯稳 它代表的是 它缠位的话呢 缠绕代表的就属于斯稳 好 或者说呢 而且呢,像非稳存 只是缠绕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特征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例如说把这个位置对应的 完全可以把它作为 好,这是可以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这样的一个连续缠绕的一个阶段 那么对比的是什么呢 同向的对比 它们之间存在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样的背驰 就在明显背驰过之后呢 那么在5块7毛4 它就所谓的背驰引发的第一类买点 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类买点形成过之后呢 怎么能够更清楚的去识别呢 因为在均线 当短期均线上传 长期均线已经的MSD形成轻差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 它已经呢距离低点5块7毛4 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依旧去接路去追 它可能会有最高的嫌疑 或者是 哎 激烈把握的不是特别好 怎么办呢 它给出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当本级别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背驰的初步迹象 就是利用这样的背驰的力度 出现背驰的一个迹象的时候 干嘛呢 还没有完全发生 我们可以退降一级别 再说在30分钟图 或者在60分钟图来去观照这一个区间 好 如果说呢 它在更小级别 它内部存在这样的背驰关系 那么就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 这个机会点的话呢 后面 既然说一类买点是 南上位状态下 就是空头行情当中 最后一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背驰是下跌 或者说呢 最后一次残绕 形成了空头陷阱的下跌 而且对应了有背驰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买点成立 与否取决于后面有没有发生转折 向上发生转折 这个对应的 好 这是 这是买点所预期的 或者所期待的 如果说后面没有转折 而是呢 在这位正一阵 又延续原先的南上位状态当中 那么干嘛呢 及时的退出 或者说这位的持续增浪 就是持续这种摘浮增浪 然后呢 不断的缠绕 不断的缠绕 说明什么 原先的这个缠绕 原先的这种市场 它不是最后一文 所以说呢 也可以去退出 这是有清晰的退出机制 然后呢 买点标准 那么我们来看 从这个节点上面来讲 用 例如说用60分钟 我们再看当下的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节点 来看 它有没有这种清晰的背词 背词 很明显吗 也说 前面呢 这是一个单边下 这是一个 上 这是60分钟收期图 这是一个下 好 对应的 那么大周期来讲 在日视线上面来 能够看到吗 他们之间是有背词的 然后从60分钟 从小级别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内部 好 这个位置 和前面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的 例如说 介入于MICD 非常清晰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的话呢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 你可以是辅助 把握 它的一类买点 好 这是太阳能 那么我们再讲快一些 讲什么呢 就是一类买点出现过之后 对应的 进入女上位的第一位 形成的地点 作为第二类买点 或者说呢 女上位之后第一次的缠绕 那么相应的地点 作为第二类买点来去把握 把握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 好 从5块7毛税到13块3毛6 这只走出来的行情 有些马猴炮的有味道 但是当时的话呢 咱们这一支个物也是有实时的进行跟踪 那么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借助均线的一个系统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好 一类买点附近已买入了 二类买点附近要么加上加码了 要么是作为二类买点作为新的一个买点去观察或者去买入了 买入过之后呢 后面对应的剧情 其实呢 如果说向上 那么对应的在向上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把握 在他在这个在向上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应对 那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最终哎 这一阵之后又破了前面低点了 说明说明他没有向上发展转折 然后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交易 最初的交易条件不成立了 你能不能果断的退出 这才是重点 为什么呢 真正的风险不在于 不在于说你买入了怎么样 而在于买入过之后 你如果说不断的下跌 不断的这样的走入 死扛到底不分局势 没有退出机制 没有封控的保障 这才是巨亏的一个根源 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个道理呢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讲 以这样的作为一个案例来去看 其实对应的话呢 在他这样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按照回归到 回归到 禅师分 想到的一个 走势类型 就是呢 每一次反弹 高点比前面高点也高 回落的话呢 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也要高 反弹高点比前面高点要高 回落低点比前面的低点也要高 这是不是上涨的走势类型呢 那么在上涨的走势类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借助于均线的位置关系 例如这个节点的话呢 他可以把它理解为 反复缠绕 反复缠绕的话呢 如果说中间也说的高点和前面高点 低点和前面低点非常临近 甚至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盘整来去对待 而后的话呢 向上没有被持 向上没有被持 但是呢 越往上 注意 这是一个经验的视角 越往上的话呢 越谨慎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股有 绝大部分散伙来讲 越往上越兴奋 越往上的话呢 可能第一 自己没有在低点买入 第二呢 第二类买点的话呢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尝试性的一个视角去接入 去把握 而是呢 走了一波上涨过 最后再一波上涨 然后呢 思考着 那么呢 当他不符合一类买点和二类买点的时候 那么后面呢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买 其实你要说 这种这是 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愿不愿意遵守的问题 这个愿不愿意建立这样的规则 然后呢 遵守这样的规则 如果说愿意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他只要不符合 相应的买点就不去买入 跟他未来涨跌 跟他当下的这种强受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按照这样的方法论 不断的去寻找 符合这个方法论的买点 后面呢 如果说 如果说呢 市场 市场走势呢 把这样的买点给破坏了 那么即使退出 这是风险可控的 这是风险可控的层面 如果相当走强呢 不断的是属于上涨 在这样的一个上涨走势 上涨走势当中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就属于 作为持股的理由 如果说均线的一个位置 关系来讲 那么上涨当中 看什么 看有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被持关系 如果说呢 上涨 上涨过程没有出现被持 那么在当下级别来讲 它是没有卖点的 没有卖点的话 就持股嘛 但是又讲到一个提高 最终小资金来讲 提高资金的利用力 可以怎么样呢 在当下的级别 没有最明显的卖点的时候 我可以降一级别 如果说存在卖点 我可以用低级别的提前去应对 或者做出这样的一个短差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对应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个位置 其实呢 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 它依然没有被持 依然没有被持的话呢 但是呢 一波上涨 一波上涨过 之后 其实在当前这个节点 你用自现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其实并不是 并不符合卖点的 如果说用均线的系统 当时他还没有介入顶分底分的概念啊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用第一级别60分钟来看 好 用6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这个节点 它虽然明显的顶背离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的背离用均线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稳 一稳之后 向上和前面 这一稳前面的这一段 它是明显的这样的被持关系的 那么IMICD来讲的 红柱的面积 是明显的缩小的 这是顶背离嘛 好 如果说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看得会更加清晰 当出现这样的节点的时候 你能不能及时的降一降肠位呢 好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视角了 好 这就是一个缠绕嘛 也是一个小的盘整 再往上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它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背次关系 有背次关系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 即便你没有完全离场 但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因素 能不能降肠位 降肠位过之后呢 后面 如果说 它还仅仅是什么呢 它还是保持像原先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什么节奏呢 哎 仅仅出现了一次 哎 飞吻或者是纯吻 或者是斯吻之后 立马又转化为女上位了 那么它还是按照原先的剧情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它形成了形成 因为转折有两类啊 转折的方法有两类 这是 一定 这是重点 那两类一类是 最后一次缠绕 最后一次反复出现斯吻 缠绕过之后呢 形成一个 如果说向下来讲 最后一次缠绕 形成一个空中陷阱 然后呢 开始转折 相似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嘛 相似的过程当中 那么呢 在女上位 之后的女上位当中的 最后一次缠绕 形成的多头陷阱 而后呢 转折下跌 这是一种 这是一一对应的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 也是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难点 什么呢 例如说 它没有给你一个空头陷阱 干嘛呢 例如说 缠绕过之后呢 直接给一个 转折的一个箱体 或转折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直接向上 那么呢 反过来就是什么呢 反过来 就是属于 形成这样的一个缠绕过之后 没有给出新高 直接破位 或直接往下 就是这是 一个是属于什么 一个是属于 给出这样的一个 空头陷阱 给出多头陷阱 一个是不给 它直接 就是转折呢 就是它分在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呢 那么太阳能 这个位置呢 进入了 从女伤位进入男伤位 进入男伤位之后 这个位置出现了 出现了一致 什么呢 这是属于 存稳 存稳过之后的话呢 又保持在 保持在什么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 反复的这样的一个 缠绕当中 这就是一个缠绕吗 缠绕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那么 男伤位 由女伤位发展的男伤位 男伤位之后的第一次缠绕 它所定应的相应的高点 它也是属于卖点 它和第一类 第二类买点 是一致的 是大中小异的 好 这是太阳能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也说 如果说完全按照均线系统的 一个把握来进行看 结合一下它的走势类型 来去看 就是最错的走势类型的 一个设定来讲 在这样的节点 最起码呢 你可以在60分钟顶背离 或者说三十分顶背离 可以先减 减完过之后到后面 回落之后的话呢 进入到 本级别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男伤的状态之后呢 你可以作为二次离场 或者是二次轻出仓位 好 这是一个方法论 好 那么咱们在同样的逻辑 再看其他的啊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一直不符合 在哪个买点 它不符合买点 那不代表说不符合买点 后面就没有机会说 哎 万一又走墙怎么办呢 总有一些机会 总有一些收益 它给你 跟这个方法论是无关的 给你 跟自己是无关的 并不是每一个 每个机会点 都是自己能够驾驭的 或者都是和自己相关的 不是这样的 它不符合买点 就不去买嘛 那么什么样可以呢 这是进入男伤位 男伤位第一次缠绕 缠绕过之后呢 后面回落下来 先观察 什么第一次缠绕 大概的中继的可能性 更高一点 这是阐释原文的表达 如果后面什么 后面再一次经历 这样的一个缠绕 凡复出言 这样的一个失文 出言过程 再往下 再往下之后干嘛呢 哎 他跟他有被磁 甚至他跟他被磁的内部的话呢 这个激励 他内部又能找到小的被磁结构 他就属于一类买点嘛 他就属于新的一类买点 一类买点 如果能够足为转值更好 如果说这个位置 正一阵正一阵 哎 又出现缠绕了 那么他说明这个位置 不是最后一次缠绕 怎么办呢 其实退出 说明买入程序发生错误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 像杰德封电 好 杰德封电的话呢 也是大同小异啊 其实杰德封电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来看前面 例如从五块一毛四到三块六毛一 这个基点 他就属于什么 属于 比如说 在下跌过程当中 出现这样的一个 斯文 斯文 然后从这样的南上 最后一次斯文 形成了一个空头 陷阱式的 就是被磁式下跌 就是被磁 那么下跌过程找买点 它是有条件 有逻辑的 什么逻辑呢 一定要有被磁 的存在 如果说没有被磁的一个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一类买点 是无从所起的 这也不符合定义 也不符合 尘尸 在军业系统下的这样的方法论 有这样的一个 被磁的一个因素 在 那么后面的话呢 它只是对应了两种情况 准确的讲的话呢 它只是分为两种情况 因为如果说没有被磁 就没有买点 没有一连买点嘛 有被磁才是买点 那么怎么能够把被磁的 根据进去的话呢 可以用降业级别 好 那么当被磁发生过 后面的后面的剧情 没有走出来之前 它只有两种 要么是 紧接着列出呢 最后一晚形成的 这个位置就属于 最后一 男伤 男伤位状态下 列出这是最后一晚 形成的被磁下跌 下跌之后的话呢 低连把握它的一个 一类买点 一类买点之后 紧接着它进入上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进入到这样的女伤位的状态 就是短期军线 上船长期军线 形成这样的一个警察状态 警察状态 如果做的话呢 后面 它的一个 退出机制是什么呢 一 在商量过程当中 列出来短期军线 上船长期军线 形成女伤位 女伤位状态之下呢 一不上涨 然后呢 女伤位做到第一晚的地点 不破前面地点 然后呢 对应了 可以把它作为二类买点 就来去看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上涨过程当中 一次看它走着结构 是不是保持上涨延续 二的话呢 观察 如果说每一晚形成过 之后的它的一个上涨 或者是缠绕之后 形成上涨 有没有被迟 如果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可以把它作为一类卖点 去看 而且呢 而第一次缠绕的话呢 是中期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说呢 第二次缠绕 后面再往上的话呢 一旦发生被迟 一定要找卖点 即便没有被迟 用更小级别来去观察 如果说有更小级别被迟点 可以先浅 等它什么呢 等它 例如说减完过之后回落 本级别依旧不存 不满足卖出的条件 那么可以利用 降与级别的因素 去什么 去做差价 或者是降临成本 这是一个方法论来死角 这是一个向好的情况 如果买入过之后 后面什么后面进入震荡了 就是他属于没有进入到这样的女伤 也没有上涨 而且的话震荡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 反复缠绕 说明什么 原先这个位置 它不是最后一致缠绕 怎么办呢 先退出 这种情况下呢 或赢或亏 无所谓 不在于赢亏 而在于什么 你前面的买入程序 市场 打破了你的买入程序 你买入条件不成立了 你就退出嘛 好 只不过呢 方法容易理解 方法论也不难掌握 真正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执行不执不执的执行 好 这个因为呢 因为一旦陷入这样的一个新的盘整 或者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过 之后后面 他还会面临两种选择 一向上 二向下 你不能为了他上上去读 一旦向下的话呢 那么就会 就会什么 就会特别的纠结 会特别的 很多时候呢 还是在于 你对于你第一 你不管是 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 你第一 你相不相信这个方法呢 第二 这个方法呢完不完整 只有买入程序 没有卖出程序 叫什么方法论呢 或者说呢 只有买入 而且买入的条件是非常模糊的 还能买不能买 而且呢 对于绝大部分 不由来讲 因为修缠曾经 你可以作为一个过来的人来看啊 就是呢 只在什么呢 只在满足买入条件 买入程序的 例如说 这是一来买点 后面的话呢 最第二来买点 只在这样的一个 只找这种模型的 接入点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还没有接入 像 残润视角下的像 123的买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这是用军盐系统 制造这样的买点去介入 后面呢 一旦走坏了 退出 走强的话呢 那么 结合 比如像这样的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涨的 这样的结构的延续吗 是那结构延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实际上后面的话呢 它是 没有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反复残绕 来讲 或者小的一个盘整 或者反复残绕 后面再往上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走强的 但是呢 50分钟顶背的降长 后面的话呢 这是一个残绕 这个残绕片往上对比什么呢 这往上 如果说破了前面的高点 那么对比前面这个位置 一旦发生被刺 这是标准的一类卖点呢 这是一个 就是所有的转折 基本的都出自为失稳 失稳中的转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 最后一次残绕形成的多头陷阱 然后呢 想想 这是一种 他们之间有被迟 好 第二种什么呢 它没有给出这种一个 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多头陷阱 而是呢 反复残绕过程 形成一个转折的相体 而后呢 向下 所以说呢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有女伤位进入男伤位之后 第一次残绕 在这样的节点上呢 首先 它一定不是买点 那么问题来了 对应了 因为 有些 股友 或者有些朋友的关心 在这个位置 我能不能朝底啊 在这个位置 我能不能低息啊 这是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 我们不在同一个游戏规矩下 我们没办法交流 没办法沟通 为什么呢 因为不跟他涨跌没有关系啊 就是呢 他不符合 就是用 唯一值得买入的两个买 两个两类买点 一类买点和二类买点 他都不符合 所以他不能买入 而且的话呢 作为 男 从女伤位进入男伤位 这样的状态之后 或者是 最后这是一个残绕 残绕过去呢 如果说 后面 向上 一旦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发生背驰 他就是典型的一类卖点 这是非常标准的 记住MSD的一个视角 那么没有给出前面高点的话 这个位置 他就是一个 可以把周围站的缠绕嘛 甚至这个位置呢 甚至可以把它解为一个大的一个盘整 上涨加盘整 盘整之后呢 可以上涨 他也可以是 下跌 所以说呢 在这个中 他首先 他一定不是买点 至于说 是不是卖点呢 你用小级别 跌录60分钟 这个位置 已经是可以去想 下跌仓位了 后面的话呢 对应的一个剧情 就是呢 利用 例如说呢 由女上位转换为男上位 男上位之后 第一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二类卖点去对待呀 因为他和二类卖点是对应的吗 二类卖点什么呢 女上位之后的第一位形成的低点 是作为买点 男上位之后的第一位形成的高点 不就是二类卖 二类卖点吗 这是一对应的 就是他是转卖点的 转卖点过去的话呢 在这个几点 在这个几点 在这样的几点 其实更多的是听卖点的 而不是买点 就是与当前的环境来讲 他不符合卖点 不符合卖点 后面涨了怎么办呢 哎怎么这样办怎么办嘛 没有必要去纠结 如果纠结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 就呢 就开始回归到一个最简 最最形象的一个问题 两人下向其 马走日 向走田 小竹子一去不复返 而你在你的 在你的脑海当中 你不认可 你不认可这样的游戏规则 你也不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 你非得说 哎 马不走日我就走直线 小竹子我能进能退 能能去能升 能进能退 我们追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不一样的方法论 再也没办法去交流 好 这是节能分店 那么我们再来看 例如说像 金峰科技 后面的话呢 咱们就速度稍方快一些 金峰科技 例如说呢 那么用均线系统下的 它的一个买点的话呢 对应的 只在什么呢 前面 在哪个 下跌当中 出现这样的被磁势下跌 一类买点 一类买点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按照尝试的一个标准来看呢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可以先退出的 为什么呢 它进入了一个缠绕 或者这个缠绕的话呢 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盘整当中 盘整当中后面对应了上涨和下跌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 没有足够的耐心 或者说那 对应的是可以先去立场了 等他如果说 真真真正 后面一掌上去了 利用什么利用女三位之后的第一次低吻 形成了低点 你可以再接回或者再去把握 如此而已 那么当前 他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一类买点和二类买点上 后面的话呢 具体它只是怎么卖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利用 第一级别去把握一下差价的一个运用 把握差价的一个 对于差价的一个把握而已 好 那么当前这种基点的话呢 他不管是未来能不能上30块钱 能不能上40块钱 用均线提下 他当前在日线的级别上面来讲 他不符合买点而已 不符合买点 你就不要去买嘛 好 这是精锋科技 那么同样的 就是有这些环节呢 就是指约 有的你可以呢 按照一定的方法去持有 或者是按照一定方法去插价 做插价 没有的话呢 你去把握挖掘 在买点附近的去个股 这是一个 这就是游戏规则的一种规则 方法论的一种视角下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后面 从事实现的维度来讲 后面的观察 观察的基点 这个位置 MSD和前面相比 来讲 一旦发生背离 这就是典型的 典型的一类卖点 在一类卖点附近 你一定不能去买吗 好 但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 一类卖点 或者说这个位置 资序走强 化解了这样的被持关系 化解被持关系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你就知道有的可以去持有 但是没有的话呢 你没有必要等他 翻了一倍两倍三倍之后 每一次都在这样的基点 每一次都在这样的基点去追 好 这是金峰科技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天顺峰能 太盛峰能 天顺峰能 好 那么像天顺峰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 嗯 节点 例如说的话呢 对应的 好 其实在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买卖点 例如说在这样的一个 一波回落 主要说呢 在回落过程当中 存在这样的一个 被持是下跌 明显的这种被持结构 可以把它做 日线的这种一类买点 去对待 对待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 对应的 好 一波 女尚未之后的上涨 女尚未之后的第一位 形成了地点 作为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 一类买点 二类买点之后 再往上 后面就没有必要去参与了 从日线级别角度来讲 但是呢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条件当中 它可能会在60分钟 或者30分钟图形上 存在这样的一个 新的被持关系 那么你的操作级别 改变了而已 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准 自己的操作级别 那么不同的级别 那么对应了不同的仓位 它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呢 当越往 其实从这个维度来讲 其实越往上啊 当远离 一类二类买卖点 在日线级别 它不存在新的 一类买点和二类买点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不能去买 即便了参与 说后面呢 真的去参与 出现这样的调整 它的结构没有坏 怎么办呢 只是越往上 是不是把握的级别 越小了而已 或者是对应了 仓位又低了而已 但是呢 例如说当它出现 这样的一个 再一次非常明显的下跌的时候 而下跌内部的话呢 存在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从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就是一个日线的 新的日线的一类买点吗 因为南上位之后 第一位 南上位之后 好南上位之后 这是一个缠绕 反复缠绕 再往下 形成这样的被持续 被持续下跌 下跌不中的 只不过后面走强 那么对应了 怎么去应对 如果后面什么 后面 这是进入女商位 女商位之后 第一位 形成了低点 作为第二类买点 第二类买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到现在位置 到这个节点 它一直是属于 女商位的状态当中 女商位状态当中 后面的话 一旦发生被持 那么对应了就是什么 就是新的卖点了 就是你可以什么 等待 不符合这种买点条件的时候 你只要不去 盲目去买入 就不议持大亏 好 这是天顺风能 那么当前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它就是 这个位置 可以解释一下呢 整个没关系 从判断上面来讲 前面这样的一个 上涨过 就一个缠绕 缠绕过 再往上 对应了 只要反正被持 就是之前的一类卖点 所以说当前来讲呢 它是靠近一类卖点的 但是如果说你说 这个位置靠近一类卖点 结果呢 回撤一下 后面有一个涨停牌 又冲高了 哎呀 你在听这个视角 或者这个结论 或者这样的一个 判断的同时 它和背后的方法论 是飞不开的 在这个方法论下 它就只能得出 这样的一个视角和结论 如果说呢 你没有了解 这个方法论本身 没有办法 你后面涨一天了 修产 你讲的是什么鬼玩意儿 后面跌一天了 修产 你真厉害 其实跟你修产 没有多大关系 只是对方法论的 一种理解 运用 我们一起在焦虑 这个方法论本身 所以说呢 对于今天 视频这个内容 大家如果说 对于前面呢 像只要你炒股 108个系列 24个到30个 有认真的一个听讲呢 相信呢 会有比较越来 近期的案例来讲 会来越来越有感觉 能够呢 不断的去强化 不断的去完善 这个方法本身 或者呢 增强理解和解惑 如果前面没有听的话呢 那么听这个 你只会晕头专项 不知所晕 好 那么像泰盛峰呢 也是一样的 当前的话 就上涨过程当中 没有必要 就是上涨 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波又一波 这个节点的话呢 你非得 有的朋友非得关心 就是呢 收藏特别能够理解 为什么呢 在这个节点 能不能买 在这个节点 能不能买 在这个节点 能不能买 就是他 他不是 这不是一种 不是 不是在同一个游戏规则里面 不是在一个方法论体系里面 方法论体系里面 是什么呢 好 在这样的一段下跌里面 它的内部存在这样的 被词关系 好 可以把它作为 日线的一类买点 好 在这样的下跌当中的话呢 它也存在中的 被词之下跌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 一类买点去对待 这样的一个下跌 它对应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被词 有这样的被词之下跌 就是呢 第二吻或第三吻之后 或者是缠绕过之后 出现这样的一个空头陷阱 被词之下跌 找这样的买点 没关系 找买点之后 涨了对应了 发生上涨过程中的被词 找买点 如果说呢 走的 走强不断去跟 如果说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 没有走强 而是阵阵又破了前面的点了 或者没有进入了女伤位 又在男伤位 继续缠绕 继续缠绕过程 前面这个位 他就不是最后一次缠绕了吗 说明买入程序 发生破坏 怎么办呢 退出 好 那么你不按照这样的一个 方法论的视角来讲 那么呢 有朋友也会有一个疑惑 哎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逆时操作呢 这里面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的话呢 他下跌中买入 不是说下跌当中去 去抄底 而是呢 他里面有严格的定义 怎么呢 你也说 男伤位之后的第一吻 往往是中继的可能性 大一点 什么叫男伤位第一吻呢 在这个位置 好 刚刚 就是刚刚下跌 还没拐头呢 不要太早的去抄底 但是呢 他满足的推荐 第一 一定要有背驰 第二的话呢 即便发生背驰 找买点之后呢 后面 进入女伤位 很好 如果说后面呢 又 在那当中又走低了 或者走入了干嘛呢 急速退出 他就退出机制 他的一个核心 就是属于真正意义上呢 是属于 下跌 最后 就能男伤位下的最后一吻 所形成的空头是空头陷阱式的 这样的一个被迟失下跌 找这样的机会点 就能他有他有清晰的退出机制 作为保障 但是如果说呢 对这一块把握比较难 或者呢 没有这么强的分析 视角和判断 那么干嘛呢 你重点找二类买点 女伤位之后的第一吻 形成了低点 这个低点前提是不破前提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 他就不成立了 明白了吗 好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这是从技术层面 技术之外呢 哎 意义怎么样 行业选择 个股的意义 以及那笔价 是不是很优势 他也是保障的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可能讲的更多的 还是围绕着解惑的一个因素 最后呢 再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股票从来不是股票 而是你的贪嗔痴一脉 没有任何的失败 是相关于股票 只是你的贪嗔痴一脉 股票不过是一个谎的一个道具 而且呢 市场上不是每一笔钱 都适合任何人去赚的 面对市场的机会 少点贪嗔痴一脉 认清自己的能力 这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呢 如果说你不是追寻 或者是不是相信某一个方法 然后呢 去强化这个方法 练习这个方法 然后提高自己的能力 而是关键处 又按照自己的情绪 按照自己的喜好了 那么呢 方法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帮助 和启发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